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热血高效2》 讲述了龙骨元智终于登上了林兰老大的宝座后 两年前的林兰与凤仙的休战协议遭到了破坏 两个学校之间的大战一触即发的故事 打败秦泽后,元智仍然没有放弃挑战小林 元智是屡败屡战,屡战屡败 不得不说元智还是一个很有意志力的人啊 镜头切换到老教所 一个白衣少年今天出狱了 原来少年曾是林兰的老大川西 两年前的林兰与凤仙的大战中 川西失手捅死了凤仙的老大 出狱后的川西去祭拜了被自己杀死的人 在这时凤仙的人出现了 川西立马逃跑,结果碰到了秦泽 秦泽当然不能把川西交给凤仙 这时,好事的元智过来了 凤仙的人对于秦泽不敬 这惹怒了元智 元智一拳头上来揍飞了凤仙的人 在场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修战协议书被破坏了 凤仙立马给林兰下了战书 在众人的解说下 元智才知道自己这次闯了大祸 晚上元智在酒吧解闷 结果又被知情的服务员训了一顿 元智心里更郁闷了 另一边川西出狱后决定加入黑社会 完成上一步阿权的工作 而元智则决定与秦泽联手 但两人因谁是老大的问题争执不下 凤仙那边跑去了一个林兰的提供情报的墙头草 林兰的一举一动都在凤仙老大明海的掌控中 另一边川西去见了自己曾经的手下阿权 了解了来龙去脉后又离开了 秦泽和元智的军队都开始人心涣散了 这对林兰日后的大战很不利 秦泽手下的核心股也投靠了元智 元智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已经成了老大 却仍然得不到明星 另一边早谢男一伙人竟然遭到了奉仙的偷袭 一番战斗后只有早谢男没有趴下 明海竟早谢男是个汉子 于是放过了他们 并且惩罚了企图用刀偷袭的墙头草 而明海对元智产生了很强烈的兴趣 元智一伙人得知了早谢男他们的遭遇 手下金发男决定拉拢秦泽 于是他向秦泽挑战 结果当然是战败 老大手下的小弟却给川西另辟蹊径 杀了元智的爸爸 元智在酒吧借酒消愁的时候 得到了爸爸的指点毛色断开 结果当晚元智爸爸被川西捅伤住院了 元智开始变得颓废了起来 连凤仙放火烧了林兰的操场也不在意 秦泽找到了元智和他谈心 元智心中的热血终于再一次燃烧起来 第二天元智带着小弟们去奉仙 下了明天的决战书 明海应战 随后元智回来后就开始招兵买马 他在广播里真情流露 第一次表现出了男人的脆弱 另一边穿袭着倦驴 不知道为啥仍然要杀死元智的爸爸 结果被阿全阻止了 第二天大战在即 元智的人却少得可怜 元智抽了一口烟后解散了这些人 元智是条汉子 他不想连累这些兄弟 选择一个人对战 这当然遭到了奉仙无情的嘲笑 就在这个时候 秦泽率领了整个林兰大将们过来支持元智 众人为元智杀出了一条血路 元智冲到了天台 与明海正面交锋 在最后的决斗中 明智胜利了 林兰胜利了 在毕业前夕 元智最后一次挑战小林 他胜利了 元智如愿登上了林兰的制高点 这是一部热血沸腾的电影 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决斗 就该用拳头说话 这才是真男人的表现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